最近在中國大陸珠海 有一座荒島公開來證明 只要獲勝的話 可以拿到台幣21萬的獎金 同時還可以成為富豪島主 免費光顧小島 不過其實說到富豪 最近在大陸有一支是阿姨 滑房產的影片 在網路上大家都在瘋傳 這個阿姨滑的90套上海房產 還有106個車位 全部都是在她名下 總價值高達13億台幣 碧海 藍天 環繞郁郁葱葱的小島 這裡是廣州珠海的三角島 過去是無人居住的荒島 如今要凭開發 轉型 還要公開為小島證明 獲勝的人不但有台幣21萬獎金可以拿 還能直接變島主 目前珠海三角島正在全網證明 獲獎者可獲5萬元獎金 及終身島主權益 三角島預計2021年年底 前可完成客運碼頭等基礎設施建設 2022年投入是運營 終身島主權益意味每年可以免費住5個晚上 享有水上活動 還有台幣2萬元的消費額度 沒權重島主沒關係 想要輕鬆悠哉的過好日子 中國大陸這家公司同樣讓人呈現 茅台集團控股的貴州茅台員工 人均薪酬為31萬元 在19家白酒上市公司中最高 貴州茅台集團公布員工薪水 年薪就達到135萬台幣 有人還加碼爆料 難怪茅台運動會上簡直像車劇 每個都開賓士奧迪等豪車 但要說誰更有錢 這位大媽絕對顛覆你的想像 像光網拍一樣滑不到底 但上面每個項目都是破千萬的上海房產 日前這段阿姨滑房產的影片 在網路上瘋傳 因為光他一個人就坐用90套房產 外加106個車位 在2000年前後 頂性公寓法庭容員90套房子 需要動用的資金規模約為720萬元 在當年也不是個小數字 如果真是這樣 茅州阿姨的回報率估計 巴菲特也趕不上了 影片會曝光 竟是因為超狂阿姨嫌房子太多了 要收租麻煩才想賣房 而光房產價值就達到13億台幣 也讓不少人想大喊聲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東森財經新聞 忠宇瑞 許志珍綜合報道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